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1月11日 星期一的第一節 先去看看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上個禮拜的時候 民主黨籍的參議院議長佩洛西 曾經宣稱過 跟軍方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萊 展開過討論 當時他提出了兩項很離譜的要求 分別就是要阻止特朗普總統發起任何敵對的軍事行動 或者是啟用核武器 根據美國媒體最新的報導所說 五角大樓方面已經斷言地拒絕了佩洛西的要求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講到底軍方他們的反應是怎樣的 有美國媒體引述了來自國防部官員的回應 他們就說特朗普總統目前仍然都是三軍總司令 除非他遭到免職 否則軍方一定會遵循他的合法指令 儘管軍方的官員是可以拒絕執行他們認為是非法的指令 或者是通過發送這些命令進行仔細的法律審查 來減慢執行的流程 但是軍方永遠都沒有辦法 將總統從指揮系統當中除名 如果軍方真的這樣做的時候 就等同於發動了一場軍事政變 只要特朗普總統仍然是三軍總司令 那麼軍方的其中一個最高優先任務 就是維持總統和核武器之間的聯繫 目前他們都正在做這件事 並且一直會持續到下一任總統的就職日為止 那麼軍方的表態已經很清晰了 根本上就當你這個佩洛西是臭四 佩洛西自己去扣門找別人說三說四 這些行為根本上就是潛穴 你是穴權 你作為眾議院議長 哪有這樣的權限去要求軍方架空總統 一來你已經是大逆不道 軍方怎樣去操作 怎樣去執行命令 自然就有軍法去規管 你佩洛西身為立法機關的其中一個首長 竟然就好像無視了軍法 走去指手畫腳指天篤地 現在美國是法治社會 不是人治社會 什麼時候輪到你加把咀下去 而且軍方都說明了 如果真的聽你腦點的時候 就等同於發動了一場軍事政變 你佩洛西到底想搞什麼 你奇心可諸 第二件事就是佩洛西竟然是惡毒到要求架空總統的權力 使他綁手綁腳 不能夠發動所謂的敵對軍事行動 不能夠啟用核武器 這樣的時候你等同於是治美國的國家安全 和人民的安全於不顧 大家都知道伊朗方面經常都蠢蠢欲動 周時有些領導人出來發言 又說特朗普就來釘蓋 又揍他 他根本上就是作出一些威脅 他這些威脅是否其中包括軍事的威脅 你佩洛西知道沒有 你又不是軍方人員 然後你作出這些要求 如果軍方真的採取你的時候 一旦伊朗真的發動攻擊 美國就站在那裡 你佩洛西稍微用一下腦 都知道不應該提出這些要求 軍方現在拒絕你做得欺如其分 怎麼會聽你的腦點呢 人家的責任就是要保障美國的安全 你又在那裡搞死棍 實情你還去唱衰特朗普 又說他精神失常 又說他反覆無常 你說這些說話無非是中傷他 你就是要回饋到他好像一個傻佬一樣 就覺得他會在最後那十天八天 就瘋了一樣 就使得那些只是靠主流媒體來接收資訊的豬兜 就覺得特朗普會不會無厘頭的發動軍事行動 甚至啟動武器 你就是做這些行為 其心可諸的 還有一件事 現在要求軍方架空總統權力失敗 又走去動員那些科技巨企 走去把特朗普的帳號全部封鎖 或者是限制他的權限 搞到他在1月20日之前都不能正常發言 你剝奪他的發言權 剝奪特朗普和群眾之間的溝通權利 使得他任何話語都不能有效地傳遞到民眾的耳朵 你有張良計 特朗普也有過長梯 聯邦通訊委員會 在前天發表了一份通告 他們就是要告訴所有的主流媒體 一旦啟用了緊急警暴系統的時候 媒體應該遵守什麼法律規定 當中提到 這個緊急警暴系統 就是國家級的公共預警系統 使得總統能夠在國家緊急狀態之下 通過即時的音頻傳輸 和公眾進行交流 以及發送信息 別人說得很清楚 你以為在社交平台上封了他所說的話 不讓他發言也好 一旦啟用了緊急警暴系統 特朗普仍然可以進行全國發言 無論是電視台或電台 要即時轉播他說的話 你以為要封他 他就找聯邦通訊委員會出這份通告出來 你夠膽不跟隨嗎 當然可以不跟隨 你不轉播他的講話 到時候你就依法進行懲處 至於Linwood律師 也提醒所有身處在美國的人 不要隨意更新手機系統 因為舊版本的手機系統 比如Apple的iOS 可以接收到緊急的訊息 他就作出了這個提示 究竟在接下來這個禮拜 就是特朗普總統會不會有什麼緊急行動 如果繼續沒有任何行動 一直爭取到1月20日卸任的話 我相信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應該清楚 就是民主黨人肯定不會放過他 甚至乎現在有些人已經出來預告 說一旦他卸任之後 就會對他進行施議法的程序 根本上這些就是政治迫害 當然在那些人眼中就會覺得自己很正義 但是如果他就這樣卸任的時候 不單止他自己是出事 我相信就算連支持過他的親信 比如說霍利參議員 或者克魯茲參議員等等 都有機會會出事 所以希望特朗普能夠當機立斷 另外有一件事想說的就是 剛剛提到Lin Wood律師 我就聽到有些人說 他說的東西是很準確的 實情如果你有看過他所有的原文的話 大概你統計一下 一半一半左右 不是說完全準確的 所以你千萬不能夠神化了 他說的東西全部都是準確的 他不是先知來的 當然我們大家的主觀良好願望 都是希望正義的人能夠得勝 我想這件事情大家都有一個共識 接下來又想說一下佩洛西的手提電腦失洩的事件 在1月6日 國會山莊的激烈示威活動當中 他的電腦被一些示威者搶了 這件事引來不少的猜疑 究竟他的電腦裡面是裝著什麼呢 主流媒體有一個說法就是這樣說的 就說他的手提電腦其實是裝了一個系統 一旦打開的時候 連網站就會自動消毀了裡面的消息 而且這台手提電腦裡面應該沒有任何機密訊息 主流媒體就這樣說 我當然不相信 你這台手提電腦失洩裡頭 怎麼都要有一些個人的 怎麼會什麼都沒有 什麼機密都沒有 我不相信 這些是騙鬼吃豆腐的 所以我就看到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來自麥肯納尼將軍 他怎麼說呢 他就提到佩洛西那台手提電腦被人搶了 所以他就很心急 要在1月20日之前 就要拘捕特朗普下台了 到底麥肯納尼將軍這個說法是否可信 我們可以分開兩件事來看 有一部分就是客觀事實 就是佩洛西很心急 要在1月20日之前拘捕特朗普下台 這個是不爭的事實 因為他又說要彈劾 又說要罷免諸如此類 這個就不用爭了 但是究竟他拘捕特朗普下台 是不是跟他的手提電腦有關呢 其實這件事在目前這一刻 就證實不了 因為老實說佩洛西要拘捕特朗普總統下台 他有千百萬個原因 大家隨便想一想 一百個出來 比如說他避免夜長夢多 要製造一個既定事實出來 幫他封了他的後門 又可以 又或者他擔心特朗普在最後一個星期 無情地作出一些反撲 所以先下手為強側走他 又可以 太多不同的原因了 到底這部電腦的角色 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呢 其實是判斷不到的 除非在1月20日之前 這部手提電腦裡面所記載的一些文件 是流傳了出來 而這些文件又真的牽涉到一些醜聞 那這部電腦就有角色了 如果不是現在說這些 都只不過是加強大家的希望 或者是信心而已 我自己當然是很期望 這部手提電腦裡面 有一些物件又牽涉到醜聞 會在1月20日之前爆出來 千萬不要等到不知道何年何月才爆 一定要所有那些猛資料 那些猛資料 在20日之前配合一些行動 彧彎彎地都去掉出來 這樣就最理想 再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